第二题,俊杰认取上述几种物质做化学实验 并加以研究每一种物质的特性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将钾物质加热可产生物的物质 钾是我们的碳酸氢钠 加热会产生二氧化碳就是物 所以选项A是对的 B.丙物质为乙酸 丙是CH3COOH 这就是所谓的乙酸促酸 所以选项B也是对的 选项C.将乙物质与丙物质混合 可以酸碱中和 我们的乙物质是乙醇 丙物质是乙酸 酸加醇产生的反应叫做子化 所以它产生的是子化反应 不是酸碱中和反应 选项C是错的 诸,钉物质是由有机酸与醇类共同反应而产生的 具有特殊的香味 我们的钉叫做乙酸乙酸 就是有机酸 加醇产生的子化反应 碳入少的子类 有特殊的香味 水果香味 所以诸选项也是对的 因此第二题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将乙物质与丙物质混合 可以酸碱中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